大家好,我是周教練 今天要跟大家介紹的是接發球的技巧 接發球的重點在於製造攻擊的機會 以及把握機會做出有效的攻擊球 讓你在比賽中掌握主動的優勢喔 首先我們先介紹雙打的接發球技巧 原則上雙打發球是以短球為主 我們準備接球時左腳在前右腳在後 並將重心放在左腳 接發球時右腳向前跨出 在球一過往時做擊球的動作 可以瞄準中場的兩側回球 並屈前施壓 迫使對方將球挑起 製造搭檔攻擊的機會 再來也可做左右平推後場的攻擊球 並屈前施壓 同樣能迫使對方將球挑起 為搭檔製造攻擊的機會 如果對方突然發球至後場 我們必須快速將重心移到右腳 微微跳起做出攻擊的球路 現在要為大家介紹單打的接發球 單打接發球動作基本與雙打相同 但是防守的範圍更大 所以我們要往後站一點 才能夠容易製造攻擊的機會 現在大家學會了單打與雙打的接發球 技巧只要多練習 就能夠在比賽中搶得先機 進攻得分喔 接發球的原則為製造攻擊的機會 雙打時 接發球完要屈前施壓 把握機會做出有效的攻擊 接發球